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這個擁抱大香港主義的早晨節目 來到第三節 麻煩大家給點反應 看看看不看到 聽不聽到 話說現在開店了 現在開店了 我們是最後一天的復活節 開創週 希望今天可以看到大家 多多幫助 多多支持 趁著復活節假 上來探討我們 幫助大家 大家給點反應 看看看不看到 聽不聽到 和 能否能課金 到了第三節,剛才說了執隙、裁員 執隙、裁員,接著第三節說什麼呢? 都是說執隙 雖然說得很積極面向,但也會說執隙 說什麼執隙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範疇 就是說財仔執隙 財仔執隙有結業潮 話說,最近有個計算 有個統計說 最近這幾個月,總共有160間財仔執隙 160間財仔 財仔即是財務公司,雖然鎮大不知道 鎮大以為是iMoney 我每天都會寫的題目就是今天說什麼 今天說財仔結業 我與此同時貼了另一條連結 就是iMoney結束營業 然後鎮大可能以為iMoney就是財仔 不是 假設你們有二世世代的聽眾 你們不知道財仔即是財務公司 因為財仔本來是狂開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過法庭 譬如有些 最好當然沒有去過 但如果有時會去法庭 那些可能有些案件過堂 又或者是那些小額罰款 衝紅燈 如果你有上過那些法庭 你會發現法庭很忙碌 就是那些放債人 那些放債人牌照申請 整天都有人去申請 放債人牌照 差不多天天都有 以前的法庭 天天都有人去申請那些放債人牌照 因為香港開財仔的要求不是很高的 就像資本 好像資本是一千萬就開到的 就是你有一個一千萬的戶口 然後你有一個放債人牌照 然後你就已經開完營業了 所以其實香港的財仔是很旺的 很旺的 因為很多人 很多人都借錢 然後最近有160間財仔結業 財仔原本是不愁無生意的 然後那些 那些持牌放債人 是有幾千間的 是有幾千間的 但是今年減少了很多間 減少了很多間 有百多間 一兩個月就倒閉了 那為什麼會倒閉呢 那就是 為什麼會搞到倒閉呢 就是因為大量的壞帳 超級大量的壞帳 那其實呢 譬如經濟不好 經濟不好是否應該 有更多人會周轉 不好啊 周轉得比較 就需要有錢 就是理論上 經濟不好應該多些人 需要去借錢 那這樣便會比較旺 但其實就不是這樣 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首先是不是這樣呢 應該這麼說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是這樣的 經濟不好 你要分辨怎樣經濟不好 那你說 喂 說因為那個 這樣的 息口 這樣 因為現在 加息 這樣 然後 你的資金成本 就更高了 那些 但是其實 這件事是不太影響財政的 不太影響財政 因為財政本身就是 息高的 就是你如果能夠拿到那些 就是在 就是在 資金成本最低的時候 其實呢 譬如當銀行都要不斷地 去把錢貸款出來的時候 其實對財政的競爭就更大了 但是那時候財政還是很興旺的 就是說不是很久之前 說的是大概是年多兩年前 年多兩年前 就是還是低息口的時候 低息口的時候呢 其實財政的競爭是最大的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財政的競爭才是最大的 而息口高呢 其實呢 對財政的競爭 反而是小的 經濟差呢 其實呢 財政的生意的確會更旺了 舉例是什麼呢 舉例就是 2008年的時候 財政很旺 2008年的時候很多財政 財政是越開越多 越開越多 而之前呢 而之前呢 是 就算對於財政最高競爭的時間 也就是說銀行搶著做財政那份 財政還是越做越旺 已經是周圍都有銀行打電話跟你說 有免息貸款啊 有什麼獎賞啊 你借錢又送個氣債鍋給你啊 已經是這麼多這些 但是財政還是長做長有 那些放債人牌子也保持著這樣開 所以就是 最高競爭的時候 財政生意還是很有競爭力 都是不乏 生意 經濟差 你說金融海嘯那些 會不會多了人借錢去周轉呢 會 會 而他們的生意也是好 好了 但是現在呢 就有一點違反常理 就是呢 現在經濟又差 然後呢 銀行又不跟你競爭啊 又多人需要借錢 又沒有人跟你競爭 那為什麼這麼多財政撿呢 為什麼財政會有結業潮呢 就是因為走數潮 移民潮 有很多人 臨移民之前 就借一筆財政 臨去不做工作之前 你還以為他很穩陣嗎 那些財政也是看你那些 那些糧單啊 入息紀錄啊 有沒有那些 那些 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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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那一陣子 因為移民潮 那些移民潮呢 就 搞得呢 就是 很多那些 移民借錢盤 那些移民借錢單呢 完全沒有得追 完全沒有得追 一群人呢 就拿著自己最後那堆糧 但是 重要呢 重要就是 你一定會中伏的 多數會中伏的 因為 會移民那些人 他多數就不是說 沒有事情做的那些人 就是他不是去到 他不是 就是他很多時候 他都本來是有份工 有了 大半年的入息證明 然後又印銀行戶口簿 你有地址 等等 然後 你會覺得 你初初不知道那些人是移民的 你初初就是覺得 喂 在瘟疫前 和瘟疫前 瘟疫後 如果那些裁員做的時間多 他們就會覺得 他們計算一下 應該是這樣 他們計算一下 就是說 喂 上次 就是如果他做得久 他計算一下 來了 旺季來了 就等於上次08年 或者是08年試過一次 再之前那些應該沒有做那麼長時間 那些九幾年的那些不計算 譬如是08年試過一次 然後 一幾年都試過一次 然後 這個旺季來了 旺季 再加上 息口又走高 息口走高 那些人當然在銀行借不到錢 你覺得銀行借不到錢 然後經濟又差了 旺季又來了 這個時候 甚至乎可能初頭 有些財政還誤解要大展鴻圖 誰知道 就開始糟糕了 可能連一兩期數都追不到 連一兩期數都追不到 因為那些全部都移民了 移民了 是不是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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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本身 財務 又是一件很 就是 貸款本身有一件很詭異的事 就是 你會問一個問題 I check room 也有人問一個問題 這樣 你戶口有錢 為什麼會借錢 這樣 戶口沒有錢的人 是借不到錢的 就是本身貸款業務 就是這樣 貸款業務 是專門借錢給有錢的人 你不是一個有錢的人 他是不會借錢給你的 就是借錢 就是借錢之所以會成一門生意 他是借錢給一些短時間之內 要多些錢的人 他不是借給一些沒有錢的人 就是你沒有錢 這個行常都是一個很詭異 但是其實很合理 表面上好像很詭異 但是實質上很合理 就是 我為什麼要借錢給你 我為什麼要借錢給你 就是因為你有錢 我才會借給你 你沒有錢 我怎麼借給你 你沒有錢 你怎麼會還錢 所以 借錢給你的條件 就是我先看你有錢還是沒有錢 那你有錢 為何還要借錢呢 因為你要多些錢 可能多數就是因為周轉 而銀行就是稅利投資 又或者劃給你賺息差 又或者你洗凸了 而洗凸了不代表沒有錢 洗凸了是要洗凸了而已 有錢的人才會洗凸的 沒有錢的人才不會洗凸的 沒有錢的人才會洗凸 去到最沒有錢的人才會洗凸 對不對 那個是 你有錢 有錢 而你洗凸 最財產 或者不是財產 所有的貸款業務 所有貸款業務最追求的客戶是什麼呢? 最追求的客戶就是 長期洗凸的人 長期洗凸 譬如 你 你二萬元的工資 你二萬元的工資 你二萬一 你每句是二萬一 這樣就好了 那就好了 那你用ASSEJUAL 就長借 然後就這樣 少少地債進去 信用卡就是這樣的概念 信用卡就是這樣的概念 好了 但前提是什麼呢? 還有前提就是有一個寄望 或者是有一個合理推上 合理推上就是你的薪水會加的 而事實上香港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薪水是保持著是不是都會加的 其實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兩件事 借錢一定是借錢給有錢的人 就不是借錢給要錢的人 不過銀行持有這個東西就持有更緊 為何財仔優勝銀行呢? 就是財仔相對來說 就是可以容許你沒有這麼有錢也借錢 所以有錢的人就在銀行借 沒有錢的人就在財仔借 而忽然之間湧現了一批人 就是這批人正正常常都應該是有錢的 就是看他的份量 看他的每月的入息 正正常常都有錢的 有錢 有錢就是 有錢就是有得還 有錢就有得還 照計平時這些可以在銀行借 他又不可以在銀行借 為什麼? 這樣也對的 也合理的 因為銀行 你又沒有抵押 然後現在息又高了 借錢 怎麼知道 一大批就中伏了 就移民走數 一大批都移民走數 他原本是企企理理的 企企理理的意思 原本就是看起來 像是有還款能力的 那他有還款能力的前提是什麼? 有還款能力的前提就是 就是他在這裡 他在這裡 他的人在這裡 哦,爛倒公務員這些就最合適 公務員這些就合適 對不對? 所以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很喜歡借給警察 就是零幾年的時候 那些已經很遠古 譬如 03-04年 03-04年 那段時間很喜歡借給警察 那些是東湖事件的 那這樣 因為實在是太多了 然後他爛了 爛了 爛了 後來發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 他似乎 初初以為易追 後來發現難追 但是那些是遠古歷史的那些 那些 但是現在這一批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走數 移民走數 那當然是那些黃絲 那些黃絲 那些黃絲又懂得玩 他們又知道借賭 他們又知道借賭 又知道 又容易落搭 那些財仔 我想說 於是就連環落搭 連環落搭 然後就 還有就是 當數量多的時候 就是 喂 你 債主 債主追債仔 那當然是債主惡 一般來說 不是 債仔去到沒有了 就債仔惡 還有就是 現在本屁經濟差 除了 除了移民潮之外 就算沒有走 人不在那些 人不在那些 就整條數量走了 人在那些 都本屁 都本屁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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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原本 原本還有一種形態 有一種形態就是 有些就是 他又不是很多錢 但是 那些多數都是由信用卡 開始衍生 他不是沒有還款能力 他不是沒有還款能力 他有份工 有份工 接著就有信用卡 有份工之後有信用卡 信用卡之後信用卡爆 送用卡之後就去財仔 財仔A爆之後就去財仔B 財仔B就蓋回財仔A 接著財仔B爆去財仔C 好了 接著就因為 財仔都因為有一大堆的移民盤 那些移民單走數 那移民單走數就開始要追遞這些單 開追遞這些單 到這些連環借 可以真的就是財仔監的 火燒連環旋 這樣까지再捕好 那麼有迷逆看的 那些 那些不就是菜 那些不就是菜 所以說 一連串之下 就變得沒辦法追 沒辦法追 就是那些 移民走數的那些 就完全不能追 那些 kunt2 等等你走的時候 要怎樣追 那些已經是能力範圍以外 而且事實上 追事 moleruct能力 也不是那麽高而已 不只是大家想像中那麼高超的追溯能力 你有興趣可以聽到很久之前有一集《古惑仔俱樂部》關中虎講的追溯 其實你只能夠追到有能力還的人 他到最後真的沒有能力還你也沒有辦法 你可以做到什麼? 你不會做到什麼? 有人說不會請人海外追溯 當然不會 你的成本都在那裡 那些追來把賓 而且其實如果你知道那件事 其實到最後就是看哪個鬥擺爛 你去到最爛 你追溯你能夠追到什麼人的數 你移民的就不用說了 不是幾乎追不到移民的就沒得說了 去英國那些說起 你說不是很大筆數 你說去到很大筆數就值得 你不是去到很大筆數 你說另外那些就是說 就算他沒有走路 就算他在香港 你能夠追到哪些? 你能夠追到什麼數? 你只能夠追到兩種的數 能夠追到的數 一種就是他還在上班的那些人 他還在上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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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追吧 你追到極都是這樣 因為他真的還在上班 他真的還在上班 他還在持續有一個入息的能力 另外一種就是 家裡會跟他還的人 你只能追到這兩種而已 你其他完全追不到的 他又沒有工 家裡人又不還的 基本上沒有的 基本上那些 那些都是追不到的 你接連 你現在擺爛的人又多 擺爛的人多 移民單又多 兩樣東西加起來 這樣就唯有倒閉 這樣就唯有倒閉 去到財仔倒閉 那個就顯示了另一件事情 再說一次就是 貸款本身這件事是很詭異的 雖然財仔是一種最下難的借貸業務 他已經是借貸業務的最低端 但是就算他 就算他是最低端也好 就算他是最低端也好 這個最低端的產業鏈 他還在奉行這個產業的核心法則 就是他是要依賴大家的經濟本身 是有forecast 他才可以形成到那個貸款業務 就是他只能夠是借錢給 一個持續有入息能力的人 就是真的沒有錢的人 你是沒辦法借給他的 那麼 而當他運作不到的時候 也就是說 他對於未來持續有入息能力的人 是存疑的 就是 還有沒有那麼多持續有入息能力的人 這個不是說社會上的人普遍沒有錢 而是持續有穩定的入息的人 逐步減少 逐步去 逐步 那個群體逐漸消失 你說一大堆移民單 令到你責任結業 那是一件事 但是這麼多決定不繼續做下去 就是 他也等於一件事就是 喂 到底這個公司還存不存在 你明白那個意思嗎 也就是說 當那些共享經濟形態 或者那種炒散形態 或者做事的形態 你沒有辦法預期那個人 就是 你做事找一個哈利世代當然很危險 你做事找一個二世世代很危險 你借錢借給一個二世世代也很危險 你明白嗎 你對於一個查理斯世代 查理斯世代他會周轉的問題 又或者他根本就是爆了數 爆了數 利答利 又或者長期是 長期面費 有很多查理斯世代曾經 曾經處於那種狀態 就是 長期credit card面費 長期在找財產的最低還款額 有很多人是長時間處於那種狀態 但是查理斯世代長時間處於那種狀態 他也會是那個狀態 他也會還的 而財產是喜歡你的 只要你還到 雖然你的數字會掉 他有時候會緊張 他有時候會比較緊張 包括信用卡公司 或者財產都是喜歡這些人 就是長期面費的人 因為你的息更高一點 而且你變成了長期金主 你等於月工金主而已 但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種人口逐步逐步消失 還有一大堆移民 正下來的就是 很多共享經濟形態 也就是說斜動 斜動工作形態的哈里世代 斜動工作形態的哈里世代 你不敢借錢給他 你明白嗎? 你不僅是不敢找給他做事 也不僅是我們上一節說 就是說 找他做事 你的管理層很大壓力 你借錢給他的風險很巨大的 移民是其中一個 移民是其中一個 他忽然之間 躺在那裡 就不還了 他忽然之間就沒有了 那麼他已經解僱了 他說是斜動青年 事實上就是 你沒辦法 能夠儘管他 下個月還是有這個入息的 而越來越多這樣的人 哈里世代和炒散已經變成了 那個 在就業社群裡面 那個撲越來越大 所以這一批 財仔結業潮呢 第一 就是 當然是因為走數 最主要是因為走數 第二 就是 對行業的forecast都沒有 對行業的全景都不看好 因為這個世界越來越多炒散人 越來越多斜動人 你不像以前那些低薪 或者持續低 持續 所謂的月光族 那些的查理斯世代 月光族之所謂 會越光越清 就是因為他每月賺錢 但是每月洗凸 而他持續高消費 而他持續高消費 他每月還min pay 這些人 他其實就像生活很艱難一樣 但是其實這些 對於財務來說 那些是好的客人 那些是好的客人 但是呢 對於 財仔來說 就是說 我寧願有個 持續中低薪 個個月還min pay 找來找去 都找不清條數的查理斯世代 好過對著行常炒散的哈利世代 怎樣搞 他行常斜動 而這個呢 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就是 做財務公司的前景關我們什麼事 貸款業務是所有業務的核心 很多業務 都是建基在貸款上面 例如什麼呢 例如就是 樓宇 你以為 你以為 地產是一個 賣磚頭的業務 地產是一個貸款業務 因為每個人買樓 都是貸款買樓 買車是一個貸款業務 你明白嗎 金融是一個貸款業務 你買股票 買股票 有孖展 孖展就是什麼 孖展就是借貨 借貨就是什麼 借貨就是貸款 好了 做生意 融資 融資就是借錢 即是說 核心來說 雖然財仔是一個 財仔就是你很明確的 一個貸款業務 但是貸款業務 就是所有的產業 金融產業核心的基礎 那個最底的底位 而事實上你把它放大了 其實財仔是貸款業務 銀行是貸款業務 賣車其實是貸款業務 賣樓其實是貸款業務 企業擴展其實是貸款業務 股票上市其實是貸款業務 全部都是貸款業務 而當財仔覺得沒有前景 他就會輻射上去 擴大上去 財仔覺得沒有前景的時候 賣車會覺得沒有前景 賣樓會覺得沒有前景 IPO上市會覺得沒有前景 那是同一個概念 而你小估不到最低最低最低的底位 就是由整個經濟的崩潰 就是由哈利世代炒散那裡開始 而這個是不能誇張的 這個是不能誇張的 零八金融海嘯是從哪裡開始的 零八金融海嘯 就是由整幫黑鬼買樓 不能還款開始的 就是因為很多黑鬼 為什麼我們用黑鬼 其實是說美國的窮人 為什麼會用黑鬼 因為很多窮人都是黑鬼 那就是 就是由黑鬼斷工開始的 整個零八金融海嘯 那你怎麼想到 這麼複雜的刺案產品 整個這麼複雜 槓桿了一百倍的結構性投資產品 它當中拆小了之後 就是由一個黑鬼買樓 對不對 黑鬼的意思就是 黑鬼的意思就是 很黑的一個投資者 就是他混濟 你明白嗎? 不是說膚色 黑鬼是 是的 就是運氣很黑 所以他買樓就下跌 那就為之黑鬼 明白嗎? 這樣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那個是 譬如說 財仔結業潮 我相信 我相信 政府不會去關心財仔結業潮 政府會覺得財仔結業就是結業 財仔又不是整個香港經濟的核心 但其實它是 它反映很多東西 它反映的東西非常之多 所以應該要留意一下 是的 那我們就是 黑鬼就是很黑的一個人 運氣很差的 就為之黑鬼 這些廣東話很複雜 你們明白嗎? 喂! 我們這節到這裡 待會繼續 看完節目 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